你喜欢旅行车吗? 你是不是也经常会在奥迪跟沃沃之间徘徊不定 把他们作为竞争对手? 你可能通过某些广告被营销到的这组对手 但是现在我要用这期不长的节目跟你说清楚讲明白 这组对手根本就不存在 那又是一期沃沃V90CC的节目 这辆车我可以开一个礼拜从上里提过来 是我的小帮手阿俊去提的 来到路上他就跟我讲 这个车子很奇怪 为什么我开上它之后 我就觉得我自己比路上其他车子好像要高级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像奥迪如果你是A6 Avent A6 Allroad 你毕竟觉得自己是A6六字头的 你上面还有A7还有A8 90那就是到顶的90嘛 90 2.0T全是的 但是你在奥迪的阵营里面你有S 你有RS6 你总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刷个程序 我是不是应该去改个更酷的包围 让大家觉得我这个车子好像更接近S6 或者RS6 你会讨论这些东西 奥迪车友会讨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蛮键盘的了 但是它确实更容易呈现给观众 在视听上面 但到了沃沃这边 他们关注点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沃沃关注点的东西 可能很难用视听的语言 就是很好的呈现给你 很难在车评节目里面表现给你 所以能够get到沃沃那些东西的那些感性东西的人也就更少 比如说我们说嗅觉 沃沃的车厢没有气味 都非常环保 然后触觉 就是我非常喜欢 这是它的座椅 6090的座椅 你一坐上去就会觉得这个人体工程学真的到位了 它每一个面的颗粒度非常的湿 包覆给的感觉 贴合度的支撑性都非常好 这个座椅我觉得值得 我另外开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包括听觉 就宝华伟健 这个名字叫出来就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基本上懂的人都懂了 宝华伟健 再然后呢 就是你能可以看到的 牧室面 包括皮质 你就会觉得是一种 非常让你感觉像家的感觉 你可能在的客厅会这样装潢 你可能在的书房会这样装潢 但是很少品牌会在车里面这样子给你装潢 那当然其实要get到这些点呢 需要有个更高的门槛 对于用户而言 所以也更考验你的品味 买卧物其实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移动的客厅 书房 而不是一个被键盘侠用来讨论 发动机布局和驱动形式的谈资 这和选择奥迪的用户完全不同 两拨人 两种世界 用户要的不同 品牌给的也当然不同 那我觉得奥迪就很像是在原地施展肌肉的一个猛男 快来选我快来选我 但是握握不一样 他就更博士一点 更加语事无争一点 等着真正懂他的人默默的走到他面前来 虽然这部分人比较少 而且可能他们需要经过很多车子 有一定的阅历 这个时间可能会花得比较久 但是最终当他走到沃尔沃面前的时候 已经是历经千番 年龄容不下其他车型 我我我的V90CC 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旅行车 那你的呢 我温暖和 shaky车 mark中文的圆容 我们下雨的人mond的海临 先来一 gets来 感谢观看